哈嘍 大家好 我是伯恩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納米積魂的簡評 沒錯啦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這隻新同學有啥表現吧 沒錯 那首先 一樣外觀走起 那個左邊美圖這個玩具 599 599 右邊模組這個玩具 199不一定有人要 怎麼可以 怎麼有辦法 把同一個東西 做出如此大的價差 這也是門技術了 莉莉絲 我們的模組看來暗影玫瑰 是他的巔峰 巔峰之座暗影玫瑰 沒有動起來的時候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納米積魂那這隻角色呢 因為是銀河軍團的又是這隻 法師而且大絕師多段 所以免不了我們會 我們會相比對前陣子 好一陣子之前出的 另一隻銀河軍團 大絕多段的大法師 也就是不可知者 那 因為啦 因為 兩邊的寵物啊 裝備啊 有差距 那所以呢 我們法牆的部分 那個就不看了 看不準啦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法報給了42點 那其他裝備呢 都沒有給法報跟 法穿 那 不可知者 智寶這邊給了300點的法穿 所以待會法穿要扣300點掉 所以那我們看一下 不可知者呢 裝備部分會影響法報跟法穿的已經穿滿了 這邊啊 他的法報呢 是330點 那法穿呢 730 330扣40點回去 當300 730扣 扣300點掉 所以我們就當400 300 300法報 400 法穿 那我們回頭過來看 納米基魂啊 那這兩個人只能說是難兄難弟啊 那 不過台灣唯一的優點啊 他的法報呢 納米基魂的法報會遠高於 那個 不可知者 因為首先各位看 這兩件有法報的裝備 我都還沒穿滿 可憐啊 窮啊 那但是當前呢 他就已經有340點的法報了 他已經有340點的法報了 然後外加裝備這邊是空的 所以這邊不會有影響到法報的數值 所以他的法報呢 跟不可知者比起來 略高一些 那法穿的部分呢 當前有380點 那但是因為我的夜宵之名還沒穿滿 那我剛看過了 穿一件會加5點 所以這9等 剩下這9等穿滿呢 會幫他來到430 那他的法穿呢 也是略贏一點 略贏一點 對 那其他部分 影響的因素有點多了 那個看不太準了 我們把幾個指標的輸出屬性看一看就好了 對 那另外呢 就是他 這貨呢 呃 各位可以看到 一般人啊 一般人的屬性長度差不多就這樣 了不起就這樣 隨便拉隔壁一隻 看一下 最上面那條屬性 可能是敏捷 就了不起了 我們這位老兄呢 最上面那條已經是物攻了 那個上面的部分 最上面已經是物攻了 他下面的超能力 我只能說 是不是有點給他多啊 能量消耗-15% 那個魂俠特權 對 那治療技能效果提高175% 哇 好猛喔 他又不會奶 他這麼硬看起來像會奶嗎 呃 所以這175%是 我知道了 骰子骰出來的 那提升技能等級6級 那通常啦 一般來講 這個會是 加1級 然後加 加那個 翡翠雕像加出來的6級 可是各位看到了 沒有啊 我沒給他穿這些東西啊 所以他是本身自帶加6啊 喂 喂 會不會太誇張了 那再來 大家一般拿60 法師通常最近都是拿30 30 怎麼你老兄拿3530啊 怎麼你老兄拿3530啊 最近的魂俠是不是有點越來越誇張啦 帳面數值方面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納米基魂本身拿了許多的優待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近期面板最長的一個傢伙 各位可以看到這些都是白字 白字的意思就是本身自帶 綠字才是我影響的 所以這幾條都不是我裝了什麼東西 把他變出來的 是他本身自帶的 有點奇怪 這角色 有點奇怪 雖然說有點奇怪 但他的輸出能力嗎 那我們先跟各位講 剛剛講的納米基魂跟不可知者的比較 我們就先直接講結論好了 結論來講啦 不可知者的輸出 還是會比納米基魂高上許多 蛤 為什麼 為什麼 法暴法穿都輸的人 為什麼同樣狀況下 那個不可知者輸出還會高上許多 首先 不可知者有法術異傷 納米基魂沒有 不可知者有那個禁虛體在提法牆 納米基魂沒有 最關鍵的一點 他有 他有那個 我忘記那套叫什麼 法暴套 那個 那個 想不起來 法暴塔羅牌叫什麼 太陽 他有太陽 但是納米基魂呢 只有魔術師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所以各位也知道 這個傷害的 傷害的計算呢 是經過 一系列的數字 加加減減成成出出之後 賺出來的 那 你中間加的項目 加的越多 越分散的加 那後面的數字會越大 但是我們納米基魂 除了法牆 跟段數很多這一塊以外 後面的法暴啊 法穿啊 法術異傷啊 甚至法暴傷啊 一點都沒有 所以說 他的傷害 兩個人啊 完整狀態打下來啦 納米基魂的傷害跟 不可知者是相去甚遠的 對是這樣的 那雖然說是這麼說啦 但還是要提一下他的 大絕很鬼扯啦 那大絕呢 有點小爭議 怎麼個小爭議法 陸服兩個攻略主 一個說六段 一個說九段 不如我們參在一起 就六九段吧 聽起來怪怪的 好啦 反正就是一個多段攻擊 那就是他背後的那個 游浮砲 自律兵器 自律兵器 什麼游浮砲 亂講話 自律兵器 那個發射背後自律兵器 攻擊隨機敵人多次啊 那每攻擊一次呢 就會獲得校準 並使之後攻擊威力提升 那陸服的計算方式呢 就是初始係數 他們看了 他們測了之後第一段是2 第一段是2 那之後沒打一下 加0.58上去 所以最後呢 會計算出 總全部的係數加起來 高達38.88 我們直接算40 哇 哇 那不可知者呢 15段也才27 這個人總係數 有40 哇 好誇張餒 那 但是啦 但是啦 他這個技能的運作機制是 持續施法 然後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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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雖然說畫面展現出來很快 但是他是 我們就當9段啦 這9段隨機點 每一下點一個人 所以當如果對面有森林的存在的時候 你每點一下 都有一次打斷自己施法的危機 最悲催的就是你第一段 用那個2的係數打下去打到森林 然後55% 然後就停了 後面的36%直接消失 全部不見 所以這個技能 理論輸出 看起來很高 看起來很高 但是嘛 嘿嘿嘿 被中斷的機率可還不低呢 那我們撇除 撇除森林 還有人會對他造成什麼困擾嗎 有 他是個男的 他是個男的 打到小路會沉默啊 而且這個技能是隨機亂 亂術選取一個敵人打一下 所以扁到小路的機率 公平5分之1 我的老天 我的老天 所以也是有可能開場 直接低一下點小路 後面36 36的係數 一江春水向東流 沒錯 所以這個技能看起來 看起來很漂亮啦 但實際上就 有點難過啦 那另外就是 他是9段加起來 38 平均一段大概在4到5之間啦 對 所以 那個單下單下 之間還是有一點可以救回來的空檔啦 畢竟這招就只是個單純的輸出技能 沒有任何控制啦 是這樣的啦 沒錯啦 那不過就是遇上森林啊 遇上小路啊 很尷尬啦 把自己 自己把自己給斷了 沒錯 那 當初陸服 給他數值怪的稱號 就是因為這招啊 那個數值很誇張啊 待會還有另外一招數值更誇張的 那我們來看二機誘耳機雷啊 那他會釋放一個納米分身到對方最密集處 我才剛幫他們說話說 可能不想不想再繼續用最密集處 那個很拔蠟的判定了吧 結果咧 拔蠟判定來了 哼哼 哩哩死啊 好啦 釋放到最密集處呢 分身出現時會嘲諷周圍敵人 當納米分身被擊破或者存活時常結束時會爆炸 使周圍敵人受到一次傷害 那所以說 他會在敵人最密集處直接出來 然後他這個嘲諷是AOE的 對 沒錯啦 那這個分身啊 這個分身用最簡單的講法 他的脆 呃他的血量呢 約莫就是二星的納米積魂 你就當成是一個二星的法師 直接突現在敵方正中 對 所以這個怎麼想啦 應該是都撐不到時間 撐不到時常啦 但是有另外一個可以 但是又有另外一點可以提 他的時常超短 他的時常 他的那個持續時常超短 所以其實前一秒講說 那個這個血量撐不到時常啦 後一秒時常超短 其實也有可能會時常到然後爆掉啦 那另外就是他的這個控制呢 約莫是四秒左右的嘲諷 而且不可檢控 對 那他分身的時常呢 也約莫就是四五秒了 所以 除非啦 有沒被嘲諷到的人攻擊了這一個分身 否則這個分身要爆掉 呃好啦 嘲諷到敏捷系的可能普攻就把他點爆了啦 也是有這個可能性啦 那反正這個這個技能呢 就是一個蠻經典的帶有CC的輸出技能這樣 那接著來看他的單向防禦 這招是那個主動技能啦 主動的防禦性技能啦 所以哇 哇 那個能量獲取又少一個管道了 不過沒關係 還好他的天網協議 是個被動攻擊技能 失去的能量從這裡補回來 問題不大 不像某鳥哥 對 那單向防禦呢 納米基魂生成防禦型自律兵器 這是不是什麼 利天使還是治天使的技能來的 不不不 什麼天使亂講話 什麼 那防禦型自律兵器啊 不要亂講話 什麼天使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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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亂講話亂講話 喔 那生成防禦型自律兵器呢 在自身面前形成護盾 使自身進入防禦狀態 那防禦狀態下呢 納米基魂削弱一部分來自面前的傷害 並使納米基魂的雙防獲得提高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獲得8.12秒的防禦實效果失常 獲得81.2%的防禦減傷效果 提升81.2%的雙防 哇 他對80 他對這個數字是有什麼堅持啊 他對這個數字是有什麼堅持 一定要三個都一樣的數字就對了 喔 那這個東西啊 就跟那個魔獄戰神的作用一樣啊 正面減傷啊 不過他是正面雙減 而且有81% 不像某個笑話 正面霧減75% 哼 真好笑呢 那另外呢 他還有再增加他81.2%的雙防 我們直接就當做是加100%了啦 那二星狀況 裝備沒穿滿 裝備沒穿滿 有幾件雙抗裝 有幾件雙抗裝呢 裝備還沒穿滿 哎呦我老 喔法杖還有法穿喔 喔對 法杖還有法穿耶 所以他的法穿 真的是遠遠高過不可知者耶 哇 不可知者你好可憐啊 雖然說後面的機制補一補就補回來了啦 還有一件雙防裝還沒穿滿啦 所以這個雙防可能真的算出來還會差一點啦 但是他當前2700的雙防呢 2700的物防 2700的物防 1800的魔防 我們就當三千 三千兩千 翻過去六千四千 真的是一直 一直大家借一點借一點借一點 那個最後存出來數字就好像越來越差越遠了 六千的物防 四千的 六千物防四千魔防呢 這差不多就是以前的前排坦克 差不多以前的前排坦克就是坦度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納米基魂這個單向防禦開起來的時候呢 莫名其妙 他就變成了一個中排坦克的定位 但是喔 這種技能在法師身上最要命的點就是 畢竟他是智力系的 畢竟他是智力系的 所以本身呢 力量的加成不是那麼的多 力量的加成不是那麼多的情況下 本身的血量就不能多到 不會多到哪裡去 像當前 有一件血裝沒穿滿 目前有24萬的血 這24萬的血呢 還含了那個 含了那個什麼蛙哥 那個 等一下熊熊想不起來那是叫什麼東西去 欸 倒是給我回去他的頁面啦 欸 那個 神域啊 還含神域在裡面 他現在是在 我看看啦 是在這個第一盤沒錯 這裡面有十萬的生命 我的老天爺 這盤的生命怎麼這麼多 他這盤還有十萬的生命 所以他這個 二十四二十五萬的血量啊 有十萬是神域給的 本身血量算是相當貧乏啦 那這要談論到容量的問題了啦 我忘記之前是誰 也有講過這個問題 減傷再多 你本身血量不夠的話 那你的容量還是很低 你只有一滴血 九十九%減傷給你 對方只要打一百的傷害 就可以把你打死了 那但是你有 兩滴血的狀況呢 你有兩滴血的狀況 呃 我好像舉例也不太好了 兩滴血好像也是很快就可以打死了 反正簡單來講啦 你有高額減傷 但是你要搭配一定的血量 不然你的容量 會因為你的血量太少 導致最後出來的那個容量 也沒多多少 雖然說八十%這個數字 是很誇張了啦 已經是很誇張了 但是就 本身法師嘛 那個血量就 就長得負德性嘛 那你把它放 你把一個法師放在一個血盤裡 能聽嗎 真的是能聽嗎 對 所以說啊 這個技能啊 看起來 看起來理想很豐滿 現實偏骨感 對 當前環境 是連坦克都有機會被秒殺掉的 所以就算他開了這個技能 該死人的還是會死 所以變成說 這個技能講難聽點 跟不存在 是差不多意思的 講難聽點就是這樣 對 該秒殺的還是會秒殺 有點尷尬 少了個技能 哇 哇 那我們最後來看他的 最後那個 當初最有爭議的技能 天網協議 喔 那這個我們就講過了 那個敘述越長 技能越強 但這一招呢 好像有點問題 喔 那米基魂在進場時候獲得 3秒無敵 不可選中於免控效果 喔 開場3秒什麼都不怕 相當勇敢 那同時在進場的2秒後呢 發射監視兵器 是每個敵人受到監視 兵器會周期性的攻擊敵人 4秒一次 那遭受那米基魂一定比值 智力加成的傷害 這個傷害呢 無視護盾且必定命中 即使兵器會根據 場上敵人數量決定自身等級 每當場上有5個敵人時為1級 少一個升1級 那最多13級 那升級的時候呢 會提升那個智力加成的傷害 喔 沒錯 哇 這個巨人敘述熱熱等啊 簡單來講就是周期性的 隨機對敵人造成傷害啦 喔 4秒扁一次啊 欸 好像也不是隨機啦 一個敵人扁一下啦 所以也不能算是隨機啦 喔 那 這招當初 陸服會吵起來的原因就是 雙方進場了 納米基魂開戰了 撞起來了 怎麼被控了 怎麼被 怎麼被打傷了 怎麼死了 Why 為什麼 呃 這就要說到他的設定 有點白癡的一個地方 開 進場時獲得3秒 無敵不可選中於免控 進場3秒 進場3秒 我們就這樣講好了 各位知道華散進場 那個二星的華散進場 第三秒在幹嘛嗎 二星的華散進場第三秒 才剛把他的身體往上一拉 拉出那個加速效果而已啊 所以說 基本上開場前3秒 有做事的人 那可以說是少之又少啊 所以 當初陸服在吵的是 他的天王協議的無敵 怎麼沒有生效 所以 後來探究之後 不是沒有生效 是生效期間雙方也沒幹啥 他的就到了 時間就到了 哇 哇 我的天啊 那但是陸服還是有舉例的一些東西啦 如果有加速到的話 如果有加速到 或者是他不小心去 動到的話 這些東西是可以免掉的 像是小鹿的魅惑 鳥哥跟 暗影玫瑰 開場的進場 都很快 都是在3秒內的 都可以防到 那 加了 他們說加了華散的神牛 也會在3秒內 就衝進去敵陣中 對 所以說這個3秒 能防東西是能防 但是 太少了 太少了 對 雖然說大家現在都要多快有多快 但是那個真的也是 進場之後 大家面對面打過照面的事 但他這招是他從一進場 就施放 然後走走走走到位置上 大家準備呼歐囉 狀態消了 哇 哇 而且這個技能 也就一場 全場也就只會開開場那一次而已 如果你說你周期性的會啟動一次 那也就算了 你說你的那個 你的監視兵器每升級一次發動一次 也不錯嘛 但沒有啊 就開場一次3秒 沒了就這樣 欸 欸 欸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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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齁 就變成說這個開場3秒的無敵 當初大家都注重這一點 結果最沒用的一點就是這個3秒無敵 基本上用不上 那他這一招啊 由於是攻擊敵方全體啦 由於是攻擊敵方全體 講好聽一點是對方的血線平均拉低 講難聽一點 呃 在宋能啊 在宋能啊 所以納米基魂這角色又是很高興限定了 不然你這個天網協議喔 幫對方每個人每4秒點一下 哇 那個宋能 那個宋能速度之快啊 對 簡單來講啊 穩定的輸出 喔 當前就是在宋能 對 沒錯啦 喔 所以說納米基魂整體看下來 最有前途的反而是這個幼耳機咧 真的 反而是這個幼耳機咧 看起來是最有前途的 一個九段大 打到髒東西就斷了 奇怪的 前面的角色不是都有施放時候不可選中 免控什麼 要挖哥的 怎麼他沒有啊 好慘喔 那這單向防禦 由於本身血量不夠 導致最後成算起來的容量也不夠 幾乎等於不存在的東西 最後是這個天網嫌疑 開場的無敵三秒 呃 基本上擋不到啥 那 監視兵器的傷害 不是那麼的夠 不是那麼的夠 導致需要新術來補 不然就會變成宋能 這角色是不是有點憨憂啊 喔 對 那讓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至寶吧 喔 那至寶還沒打 我們就來打至寶吧 哇 真是嘲諷啊 真是嘲諷啊 需要殺人租心啊 這就是所謂的殺人租心嘛 那我們就放個 放個人上去看看技能循環吧 進場 叫出兵器 喔 在敵人身邊監視 各位有沒有看到 是那個身邊那個小飛機 喔 打一下 進 打了一下我們的人進去體 打兩下人死了 喔 對 那這就是他的大絕 喔 好像太軟了 放太少人了 好像還沒看到啥東西啊 他的那個右耳是不是還沒放出來 等等 我們這是在加點人啊 我們在加碼加點人啊 但是又不能放太空的 喔 真的是很為難 欸 等一下這是森林 人馬在這裡 1分27 這個時候 剛剛啊 剛剛這隻boss的 剛剛這隻boss的納米機環 把手舉起來那一瞬間 把手舉起來那一瞬間 無敵三秒就已經結束了 那就是1分27了 所以就可以看到他這個無敵結束的時間 有多麼的早 那前面這個黃光呢 看我看我們的耐影機環 前面的黃光就是他有減傷的時候 所以他這個減傷呢 基本上喔 不要被打斷的話 可以視為常駐 對 不要被打斷的話 基本上可以視為常駐啦 哇 這幾個人 控制好像有點給他多啦 那雖然說控制有點給他多 但是各位看到我們的血線 一直有在掉的 是因為有迷霧在的情況下 所以 有慢慢的奶回來 那為什麼血線會一直掉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的是 那個 開場放的那個監視兵器啊 是不受他本人當前狀況的 喔 不受他本人當前狀況的影響的 所以就是 就算一直被控一直被控 我只要能活下來 我還是能 造成輸出 或者說是 還是能穩定的送人 真讚啦 這角色 喔 對 是這樣的啦 那開大 一二三四 他這樣說有九段 我看不像啊 他說這樣有九段 反正我不曉得啦 一個說六段 一個說九段 也沒看到他們兩個 出後續說明啦 一般來講啦 那攻略 攻略有出五星版的 我就會看五星版的啦 如果只有初期版的 我就 就初期版了 那這角色 由於沒殺前途 也沒看到他們有出五星版的 對 或者是 風力沒轉而已 搞不好人家有出 對 所以簡單來講啊 那米激魂這角色 優點就是他的被 他的那個被動啊 可以 不管他人現在是什麼狀態啊 可以穩穩的輸出啊 但是傷害太低了 偏送人啊 那有個人呢 他的大絕啊 可以不管他現在本人是什麼狀態啊 可以穩穩的輸出啊 哼 哇哩咧 哇哩咧 這兩個多段大絕 真的是高下力判耶 一個 一個不小心控到 一個不小心 打到被 那種被動控制的人 就直接沒了 一個大絕就算被控 他本人被控的大絕繼續放啊 我不管啊 你控我我不管啊 我就知道把大絕放完啊 相當任性啊 齁 最後就他們兩個來收尾吧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啊 剛剛啊 不可知者 第一下才剛點下去 齁 他的15下 第一下剛點下去 納米基魂 整段已經打完了 齁 所以這兩個人 差別最大在這裡 不可知者 15段打完 人都老了 納米基魂打的是非常快沒錯 但那 但那個中途被打斷的可能性實在太高了啦 啊 不可知者強就是強在 他 當他的大招兩個三個疊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瞬間傷害就高了起來 但是 那是兩個三個疊在一起的時候的事了 齁 對 好那就讓我們看一下 納米基魂他的至寶 納米武裝 加了智力 加了生命 加了法牆 怎麼 怎麼人家不可知者 加法牆 法穿你 加生命法牆啊 你當你是輔助來則是吧 這不是輔助的至寶才會給的東西嗎 搞不太懂耶 這不是輔助至寶才會給的套助 樹脂嗎 真的是齁 來我們來看三星至寶 幼爾基雷分身存在時 納米基魂獲得不可選中效果 簡單來講 那個 有個分身 你們扁的分身好不好 不要扁我 扁分身 不要扁我 對 是這樣的概念啦 讓他的分身更好用啦 那接著呢 他的四星至寶 單向防禦存在時 納米基魂每秒回復50點能量 那我們剛剛打 至寶的時候也看到了 只要不被打斷的情況下 單向防禦幾乎是全程覆蓋的 所以我們可以當成是 他基本上就是 可以每秒獲得50點能量 對於一個大絕 強悍的法師來講 這一招 這個至寶非常好用啊 對 沒錯啦 那最後是五星 天網協議最大升級次數加1 啊 嗯 嘿 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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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加1 數值再往上提一點 嗯就這樣 但是喔各位要知道 開場等級1 對面五個人開場等級1 對面四個人等級2 對面三個人等級3 對面剩兩個人的時候 才會等級4喔 你要先宰了三個人喔 這跟之前那個裁決 暗影裁決喔 跟那個暗影裁決 有87%啊 要殺到人啊 沒有殺到人 那個傷害不完全啊 我的老天啊 那看來寵物部分啊 寵物部分 剛剛講得很明白了 那個單向防禦 基本上救不了他 所以呢 虛體蟲 是在必行 那第六件裝呢 第六件裝 雖然沒看到他們推薦 但是從他們的圖裡面 我有看到 他們的技能等級是寫6加5 他們裝翡翠雕像喔 是說這角色也已經3535了啦 也已經3535了 也不一定要拿時光殺肉啦 那本身傷害就已經很不夠了 再拿點法爆 再拿點法傳 再多加點技能等級 搞不好傷害就夠了嘛 很拼啦 我只能說很拼啦 對啦 他可能拿翡翠雕像會更好一點啦 前提是 你有個四星五星的話啦 那最後是塔羅牌部分 真的就是來到最難過的部分了 伯伯 大家都是輸出法師 怎麼你有太陽我沒有啊 好慘啊 沒有太陽是皇后啊 所以呢 基本上啦 還是用啥用啥啦 但是 能選的話 選魔術師或者月亮啦 魔術師會讓你的魔防更高一點 月亮呢 就是把你的輸出推到最大值 是這樣的啦 沒錯啦 那 由於他的大招啊 會受智力加成 所以呢 選魔術師也能去堆他的 呃 不是不是大招啦 四技能 四技能那個傷害是看智力加成 所以你去疊智力 也能很好地去提升四技能的那個效果 那 提法強本來就會提技能傷害了 所以 選月亮也是可以很好去提四技能的傷害啦 沒錯啦 那根據他們的 根據他們的資料指出啊 下面都有 能量消耗減輕跟法爆啦 所以就 要洗的話 就盡量洗這個吧 沒錯啦 那 寵物部分 剛剛講虛體 但是他們最近其實 法師寵方面 他們另外還很推崇一隻 叫宙獅養 那 宙獅養我記得那個 金森 欸 我是不是有宙獅養啊 我應該有宙獅養吧 我看一下 我應該是有宙獅養的吧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哇 沒有宙獅養啊 反正宙獅養呢 那個金森好像是磨免的樣子 好像是磨免啦 我印象中啦 還是雙免我忘記了 反正 至少磨有免 所以就變成是 霧免跟磨免的選擇啦 有免其中一個啦 有一個沒另外一個啦 那這就是看各位自己的選擇啦 虛體是霧免嘛 那做實際上就是磨免啦 反正這貨太軟了啦 急需一個免疫保命啦 喔 是這樣的啦 那 簡單來講 納米基魂的評價啊 那個 沒能力的 惡心就別抽啦 抽出來也是個送能角啊 有能力的 盡量五星吧 不然那個4技能送能送太快啦 但是有能力的 基本上 應該也不會選這角色吧 有其他更好的角色可以選吧 我是這樣覺得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按讚、分享 那有什麼意見或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VN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